來參加 新莊中港路法會活動 破百甲鎮脫宮廟齊聚一堂 地藏庵繞境 但菊山隊伍這經文才唸一半 一名紫山男卻闖入中間 一次高聲嗆下 雙方廟爆衝突 暴氣狠推覺得被挑釁 菊山隊伍暴氣開打 一會兒人圍上前 又叫罵有勸架 唱面超時空 法會爆衝突 呈街頭格鬥 周遭部署六百名援警 趕緊衝上前 阻人牆各開雙方 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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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山隊伍一伙人 暴氣要邊紫山男 被警方團團包圍 抱住不讓灰拳捅殴 冷靜一下 而挑釁的紫山男 早就趁亂落跑躲遠遠 因為彈醉的不輕 自己恐怕也不能理解 這場暴動究竟為何而起 這球隊來鬧事了 在那邊大挑釁的時候 人家就馬上叫他回去 昨天那邊不緊張 都很多了 原來當時牛排館 特別擺紅潭 邀請各路信徒來共襄盛舉 因為紅潭的信眾 想邀建設公司的信眾喝飲料 喝醉以後講話比較大聲 被對方誤以為在挑釁嗆聲 爆發激烈肢體衝突 好在最後誤會都解開了 好心鬧無容 就往中間山藏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